美顏境界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美顏境界 今天我們請教的是新陳 嗨 讓新陳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因為在我的IG上面問文記 然後有人就問我說 新陳是誰 可能就比較 他講得更沒有禮貌 誰啊 嗨大家好我是新陳 也可以叫我Lovender 那我平時很喜歡打籃球跟跳舞 大家記得可以follow我 你為什麼要一直笑啊 你剛才很像你約會節目的自由介紹 歡迎大家pick我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演員的頻道的話呢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遺落任何一個影片喔 想問一下新陳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籃球 好問題耶 其實很多人都問了這個問題 我其實是一個還滿喜歡運動的女生 那我其實從國小的時候 就參加球隊 躲避球 還有巧顧球 你現在是在疑惑巧顧球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網子 球是黃色的 就是大概差不多這樣大小 然後它是打那個網子就彈起來 我好想知道什麼球類沒有網子 嗯 躲避球啊 對啊 喔對耶 對不起 繼續 那其實我一直很想要參加籃球隊 學校一直沒有籃球隊 就有點可惜 但我就很喜歡打球 有些男生會打赤膚打球 我全身都喊 你在防守一定會接觸到 可是還好耶 我打球 從來沒有人打赤膚 也是有貼著我防守的啊 那個應該不是想防守吧 欸我們以健康的心態 對 來討論這件事情 你不要搶那個德體 我再把你的照片放在這裡喔 然後上黑條 對不起喔 其實像上次我跟星辰兩個 還有跟一群朋友 然後我們一起去索席 我們兩個完全就是不理教練那一種 對 自己走自己的 我們兩個走超快的 這一隊其實也是有了辣隊啊 沒有啊 沒有啊 誰誰誰 Yuki 明天要訪問的 開場可以聽說你辣隊啊 什麼什麼辣隊啊 好下一題 因為今天得知就是星辰是射手座嘛 有人就問說 為什麼總是可以像一顆 用不完的盡量電池 活力無窮呢 好問題耶 但是其實不是所有的射手座都是這樣耶 不會啊我遇到兩個射手座都這樣啊 喔真的嗎 一個星辰一個鈴彈啊 就會覺得 他體力好好喔 當我們已經開始就是 在旁邊放空的時候 然後還在 對 我常常就是球場結束之後 隔天大家就看到我 我怎麼還打籃球 大家都說 累嗎 都不休息嗎 因為其實我還蠻享受 就是流汗的感覺 所以你有固定一個禮拜打幾次嗎 還是一個月打幾次 一個禮拜至少會打一次 那其實前段時間疫情期間的時候 我可能 一個禮拜可能會打到三到五次 就因為都沒有工作 因為沒有工作啊 沒有工作啊 所以我就跑健身房 要不然就是去打球啊 那如果 現在有球迷或粉絲想要揪你一起打籃球 是可以的嗎 我之後然後會開放籃球比賽 大家可以來報名 這個資訊的話之後是要在你的粉絲團 還是臉書還是有後援會 可以看到呢 我到時候會就是會貼帶就是粉絲團 粉絲團在這裡 就是IG啊然後FB啊都會有資訊 大概差不多到11月底左右 我們可以先打換男高手啦 沒有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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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就是為了就是要玩 因為常常都被人家罵 想說你到底會不會打啊 然後我就覺得 兄弟啊 我有一次就在IG面後說 又誰玩換高手加我 我相信加我的人呢 就不會罵我了 至少都是可能認識 那這樣子誰敢罵我 我之前就是常常不小心脫口而出 就是 就是太激動了 對就在面罵 然後在罵的時候呢 就是跟我組隊的粉絲啊 就狂笑就大笑你知道嗎 你們想聽嗎 來罵一聲 但是還是會逼丟 因為我們今天來到的是 南京復興站附近的一家咖啡廳 叫做Library 134 那它這裡的話呢 裝潢就是以一樓是餐廳 二樓是圖書館 三樓的話 這是會議中心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三五人 然後來這邊開會 今天來這邊的話呢 新陳有吃的餐點 我們有點的飲料 五顆星 你給它打幾顆 五顆星喔 我覺得五顆吧 今天點的這個是 我真的覺得餐點很好吃欸 我真的覺得餐點很好吃欸 這個是特製 特製牛肉沙拉嗎 然後跟一杯 海鹽玫瑰拿鐵 淺嘗一口 淺嘗一口 我覺得好像就是 都拿鐵的味道比較重 海鹽的味道有 但是它很快就會被 就是咖啡的苦味給蓋過去了 然後玫瑰味 沒什麼玫瑰味 但我覺得整體起來其實是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這一杯就大家自己 吃麻糊 比零一種狗 如果你不喜歡喝那種 比較特殊的飲料的話 先不要點 好啦 那今天的話呢 就到這裡告訴我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新陳來到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的話呢 記得多多追蹤 這裡有新陳的粉絲團跟IG 好啦 那今天的話呢 就到這裡囉 我是妍妍 她是新陳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剛剛包圍我們會形容 這杯飲料非常沒有興趣 來 怎麼樣興趣的形容它 對啊 像銀河 來 你講什麼 我說很像冰炫風啊 這樣就很好 你們評論一下 這像銀河跟冰炫風嗎 這總比你的芝麻不好啊 我們不是說像不像 我們是說有沒有情趣 好啦 算了 對不起 我輸了